你們好像不太習慣 我在這邊講話 選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民進黨立委鄭運鵬 這一刻起身分 多了一個桃園市長參選人 今天我特別打上了 柯建民總召 送給前一段時間 我擔任幹市長的領帶 從政就是要大局承擔 我願意接受選對會的 青睞跟徵召 代表民進黨 來參選桃園市長 這是一個榮譽 也是一個責任 一間扛下重責 鄭運鵬語氣鏘鏘有力 滿滿的信心 因為他原本就是 競選團隊成員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鐵三角還會繼續存在 我本來就是競選總部的 總幹事 所以這樣的一個團隊 我們無縫接軌 然後換個角色 會速度更快 要支持者別擔心 因為桃園鐵三角不會散 綠營桃園選情也不會敗 告訴支持林志堅市長的朋友 他們可能會很捨不得 我們都很捨不得 那請大家把捨不得的眼淚 暫時放下來 等我勝選的時候 我們在一起掉下來 但還沒等到勝選的眼淚 當初和林志堅合掛看板的 議員參選人 現在就先欲哭無淚 在等中央選隊會 至於會不會替換呢 那到時候會再決定 過去都已經準備好 跟市長 鄭市長 還有林志堅市長的合照 但現在因為林志堅有些變化 所以我們都先行喊咖了 面對民進黨政前換將 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 張善政立刻將炮火轉向 他也是一路在袒護林志堅 我們覺得他不適任 桃園市長的候選人 桃園的市民已經不能再接受 另外一個沒有誠信的候選人 這段時間的確選舉有點逆風 但是逆風常常會讓我覺得 有點涼快 逆風也會讓我們速度加快 民進黨重整腳步 國民黨改變戰術 投票倒數一百多天 桃園選戰 藍綠重新布局 進行新聞 眾部報導